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5号凌晨 又忙忙碌碌的过了一天 休息之前咱们有这么几件事 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都是美国的消息 基本上原因就是我们把重点 放在美国事情的演变和发展上 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如果美国发生大的本质的变化 对西方所谓的这些过去传统的民主国家 都会发生巨大的影响 对印太地区都会巨大影响 那么我始终认为 这个篡政的拜哈集团是过渡的 是暂时的 它不会长久 这个任何事情都会反复博弈 有胜有负 没有长盛将军 在这个暂时失利 或者出于下风的时候 我们不能灰心丧气 再一个就是现在共和党 有点不太争气 话说回来 共和党从来也不是太争气 都是很被动的反应 而不是主动出击 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节目里 有很多消息 我就会讲到这个内容 好 那么今天咱们的这个题目呢 讲的是在这个巨变时期 法锤这力量到底还有多大 在法院的小锤敲下来 它会起什么作用 那么美国呢 恢复七国航班 很快就恢复 这个是不是疫情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疫情结束了 有些大公司 钱也赚的差不多了 那政治风向会往哪边刮 那么这些大公司 做的这些恶犯这些罪 是不是会追究 等等这些东西啊 都有一点点的斩进 这种趋势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看 第一条消息呢 讲的是 这位呢是叫 Catty Corey 是一个名记者 他呢曾经采访过 这位老太太 大家都很熟 这是大法官 叫金斯伯格 前不久去世了 就大选年那时候 是吧 去世了 左派还骂 这个民主党人骂 说你这死的真不是时候 让川普又任命一个大法官保守的 把那个女的叫什么人 那个那个ABC ACB ACB啊 呃 送到大法院去了 好 就是这个 Catty Corey 他采访金斯伯格的时候呢 其实金斯伯格是讲了这么一个明确的观点 就是在唱国歌 或者大型的体育比赛 或者群众机会上 这个下跪 本身是非常取辱 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么做 是对国旗国歌国家民族的精神 对列祖列宗 或者说啊 这都是侮辱 他是这么一个观点 但这位记者呢 写了本书 书里面呢 把这个细节披露了 披露什么细节呢 就是当时啊 他为了政治正确 为了不受民主党的攻击 或者说是给穿小鞋子 有种种个人利益的考量 所以他把这个细节就没有公布 压下去了 而且呢 做了扭曲和篡改 现在呢 他良心发现了 把这事说 我这过去做这事啊 有点缺德 那么呢 我这良心的受不了 我把这事的得更正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这老太太金斯伯格 死之前呢 跟我是明明白白 当面这么讲的 我呢 没有把这事讲出来 就说什么呢 这个 Catty Corey 能这样做 即便他以前做过错事 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能走到今天 能够反悔 能够澄清自己做错的事情啊 能够表现出良知的这一面 这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知道勇气的基础是良知 是吧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从本性上还不是一个恶人 所以我们给这个 这位女记者啊 这个Catty Corey 给个点赞 加分 我们得佩服这样的人 因为人是这样 无论你什么样的人 犯过错误 说过谎话 事后如果能够有勇气站出来 来改正自己 澄清自己 把自己的事呢 曝光出来 最起码 这个本身 这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有勇气的人 这就是正当的这个举动 好 我们看下边这个 这就是今天这个标题讲的这个 首先呢 我得说这个新闻啊 它来自右派的一个网站 叫Red State 宏州 你看这右派的网站啊 它的题目就这么说 说联邦法官 这个阻止了美联航 强行推荐 这个苗苗这个注释苗这事啊 好 那这个标题本身就有点欺骗性 为什么呢 这就是左派和右派 走到极端上都有的倾向啊 但这个题目很好 我用了 但这里边有不诚实的地方 就说这个联邦法官是临时禁止令 他在题目里面 把这个临时这个字去掉了 大家可要知道 一个法令是临时的 还是永久性的 这个差别太大了 是吧 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呢 应该在这个题目上 把这个事情最关键的本质的东西 在题目上说出来 就是说联邦法官 是发这个临时的禁止令 不允许美联航的航空公司 强迫员工注射苗苗这个事 这临时这两字是关键词 他把这个去掉了 这是这个任何派别呀 用意识形态作引导的 走向极端以后 都会有这个倾向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呢 今天要谈的就是 这法官下令了以后 他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因为现在呀 这个博弈 这个时音时情 时冷时热的 在过山车时的忽悠 好 那么现在美联航已经说了 好 我们现在不干这事了 对吧 不但不干这事 在明年春天 现在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嘛 明年春天 在七国八市要通航 就是国际航班呢 在逐渐的恢复正常 那么他首先公布了 五个这个国际航班 国际城市的地点 讲了很多这方面的 这个具体细节 怎么安排 怎么每天 每周几 多少航班 多少人 是吧 这个机票价钱待定 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城市呢 包括约旦的城市 挪威的 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其他几个小国家的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春天 2022年 明年春天 这就有可能要通航 这个通航是商业行为 但给我们的政治启示是 这个国家呢 在开放 在开始走向正常 换句话说 如果用政治天明话说呢 就是拜哈的势力在后退 或者要有一些收敛 那么这就说为什么 现在很多左派媒体的攻击 拜登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都是为这个一步步 往后退做这个准备 因为什么呢 他要做出假样子了 这就是政治博弈嘛 2022年中期大选 这个参众两院要选举了 很多议席要发生变化 这时候呢 不管他怎么去欺骗 他装还是要装的 这是装的一部分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呢 是左派主流大媒体 ABC讲了一个 说是FDA 联邦食品药品安全局 要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独立的委员会 来投票 来讨论 然后投票决定 莫德纳 还有这个强生 这些苗苗的事 这个到底呢 是不是给18岁以上的人 再做一批苗出来 让他们来注射 这就我以前说过的啊 就说这个 一旦这个政治瘟疫铺开去 这苗如果打起来的话 那这个说句实在话 由不得任何人控制了 因为资本家的贪婪 是没有止境的 那怎么着呢 就是咱几个月前吧 很久以前 那说不着好多遍了 就您只要打了那第一针 接着第二第三第五 一直排到一百五百的针 等着您呢 您得慢慢享受吧 没头 咱们看下边这个呢 这个有意思了 这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个事 我多次在节目里 提了无数次了 韦伯伦的事 就是上个世纪啊 有一个很怪异的怪癖的 这么一个教授 叫韦伯伦 他写过一些有关机器和人的录作 最著名的 对于社会和政治现象观察 他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呢 就是他写了一部叫做有先阶级 这个我在跟朋友谈书单的时候 推荐过 顺便啊 我补充一句 突然想起来 有一位网友叫Michelle 他给我写过信 专门要那个书单子 我一直呢 做了很多解释啊 但是现在呢 我找不到他的电子信了 Michelle如果听到这个节目呢 您给我发个短信 或者是再说一下电子信 我给有些资料给您发过去啊 好 咱们接着说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 现在这个图片看的是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是什么呢 是一个神枪手 就是我们说的狙击手 他打的这个枪的 Sniper Rifle 狙击步枪 打的是6.5毫米的 这个是这个子弹啊 大小 然后呢 最可怕的 这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他能打3940尺以外的目标 而且精准命中 这个是人类很难做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神枪手 狙击手啊 一般说句实在话 打个一英里不得了了 是不是 一般都是一公里 就是一千米左右 能准确命中 那都是神枪手啊 但是这机器人 他是3940尺 也就是1300多米以外 可以精准命中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将来如果博弈 比方说巷战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有血有肉的这个弟兄们 如果遇到这玩意怎么办 这就是新的课题 对不对 我相信啊 这个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的 就是不 你不能跟他对打 跟他对着干 对不对 他没血没肉 你枪打到腿上 只要那电线不断 他继续跑 一枪打你腿上 你可就趴下了 打洞面上 你就完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对付他呢 也得用电子的东西 是不是 远程遥控啊 干扰啊 破坏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信号啊 这个东西啊 这是以后技术问题 不重要 咱们把这个思路调对了 就是别跟他拿肉身拼 这个大方向 找对了 其他好办 已经跟着下边这个 扎克伯格 2020大选的时候 拿了四个多亿美元 在基层做这个工作 来把川普总统选下去 这个所谓选下去 就是推下去 怎么推呢 拿钱 把基层的地皮流氓 全他们雇了 什么监票 查票 看门的 打架的 耍流氓的 这一批 他妈的渣子 混混 全弄到他们监票站去 然后他们把控 这就是去年大选 产生的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独立的 中间监票人 还有共和党人的 这个监票人 都被拦在好家伙 六七十尺以外 根本看不着 你那干嘛呢 是 是不是 你做什么都看不着 不要说看信封上 那个那那么小 那字在几十尺以外 看不着 你想靠近一点 马上就是来拦着 不行 不行 不能过家 怎么着 再说就动手打 往门外推 就这个 这就是他们扎克伯格 什么这帮 比尔盖茨 还有这帮是 Jack Dolce 这帮臭流氓干的事 现在这个不重要 这不是我要说的话题 我说的是 这个事情 你现在拿出来说的是 你别管您是左派 右派 中间派 什么红的绿的 蓝的粉的 谁说这个都等于放屁 没他妈任何用 有用吗 这什么时候了 黄瓜菜都凉了 您给我拿出来 说这事来了 什么意思呀 对不对 政治这东西就是 最注重的就是现实 一旦发生了 你再跟我念的过去 那不想你扫吗 你看去年怎么能知道了 他花钱了 欺负我们了 你哭有用吗 对不对 政治问题怎么办 就是你现在得能解决他 得能动手 您得有动手的能力 你要所谓的按照 民主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 那现在你能到法院来起诉他 确确实是能把他带上法庭吗 你连这点都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你这工作做的 努力的方向不对 另外一个 咱们再说 如果实实在在的 那就是你得有动手能力 得逮捕他 对吧 或者是咱们再low一点 就玩他们那一套 你往他们家破油漆呀 什么扔死猪头 烂蛇死兔子 这些事你会干吧 这是最起码的 这是玩这游戏 再严肃一点的 那就是再升级 你不说了 是吧 好 那么后面请跟你说到这 就是我对刚才开篇的时候 讲的共和党 这个 这说句实在话 就说的多 做的少 往后退 也都是被动的反应 没有实际主动的这个动作 你看这个 这是咱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老爷子 他说川爷 川爷给我意思啊 45届的这个45任美国总统 做了四年白宫 就让人家不明不白的稀里糊涂就给踹下了 当然这个我说多少次啊 这个他下去并不原因 并不是真正唯一的原因 是他自己竞选的问题 策略的最根本的原因 是后边的这利益集团大老板们 妥协商量各方面做出的这个决定 导致这个结果 是吧 当然这个因素太多了 咱们这个话题说了多少次了 他自己的这班底 没有政治班底 在这个权力部门 是吧 军方 特务情报部门的关键部委 都不是自己的人 在家身边白宫 从那个什么顾问到白宫的主任到律师 全部都是几乎各个都是 阳奉阴违的 骗子 叛徒 或者监视他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老川呢 川爷出来说话了 说怎么着呢 说咱得把这个2020大选的事儿得澄清啊 如果2020这事儿扯不清的话呢 那得 咱2022年中期选女后 2024总统大选 共和党人咱就弃权 不投票 不参加了 您说这 这不小孩子 闹脾气 这说的话吧 这有意义吗 这政治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川爷啊 这个玩政治 还真的有人给出招出入 你看这些话 即便你想说 你得通过第三方的嘴 巧妙的 经过艺术加工 以不同的形式说出来 你自己说 还用文字发声明 这个完全是不符合政治运作 不符合政治操作 这政治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对吧 哎呦 咱就说吧 就说他机器作假 你那什么 那你是不是应该在机器上下功夫 在基层选举选票点上下功夫 对不对 你既然有成百万上千万的资金 到处花法院 搞这个东西 组织这个 办这个秀 那个秀 是不是 那您不能花点钱 把基层组织给他解决了呀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方法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还有更多的方法 但核心的要点是 你要拿下基层选举站的这个组织 从看门到计票点票 到这个录像摄像头机器的监控 对吧 对机器程序的这个监控和这个把控 对吧 服务器的把控 这些具体的技术环节要有你的技术人员 门口打架的也要有你的人员 监票的也要有你的人员 这些做到了 才有意义 你不去投票权弃权 霸选 有屁的用啊 人家机器出个事 人家宣布了 下任总统谁谁谁 议员谁谁谁 你不还在旁边哭吗 还在跳脚吗 吹足顿胸吗 这政治问题能这么解决吗 所以说啊 政治问题说到底根本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句话怎么解读啊 很多层次 咱们解读一个层次 看下这个下边的图片 这是人 具体的人 对不对 政治问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咱们解决 这些具体每一个个体把它解决掉 你把这些人解决了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是不是这意思 咱们说前上个星期吧 也就是前不几天 不是中共的那个 华国锋他们搞那个 一局粉四人帮那个纪念日吧 10月6号 是不是 不也是很简单一个例子吗 你跟王正江 要四人帮也好 是谁也好 你要天天辩论 天天吵架 我请问您吵的猴年马月 哪件事能吵得清楚啊 是不是 但是呢 摁到地下 手铐的一带 只需要几十分钟 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 历史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那么老百姓哪知道 上面怎么回事 老百姓懂什么呀 老百姓你只要跟他一说 一局粉碎的四人帮 马上就敲锣打鼓上街 游行华主席万岁 英明的就华主席领导我们 毛主席死了 还有华主席 华主席死了 还有华主席的儿子 老百姓就是心态 对不对 我们假设如果翻盘了 如果当时是王张江尧 把叶剑英华国锋 他们给带起来 说一局粉碎华国锋 街头马路上还是一个景象 马上举出了谁呢 江青的像 举出来的是王洪文的像 一局粉碎的华国锋 阴谋篡党夺权 因为伪造主席的遗址 什么这些 这又来这套吗 是不是 所以政治这个东西 完全是人的问题 你看你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一天怎么抄来抄去的 那是什么的 哎呦没法转 下面看这么一个 20秒的小片 还是说的是人的问题 就是说这些社会主义 玩集体主义这些人啊 他们有多么心虚 虽然他们现在站着政治舞台 站着舆论空间 是吧 这么多主动权 但是呢 他们毕竟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恶火 是未亡凉 所以你看看这些 这些作恶的人 什么德行 大家看看 是吧 这是那个 James O'Keeve的记者 追到他这个 住的附近 当然这肯定是公共场所 像人行道什么 这都是可以问问题的地方 你不能踏上 他的私人领地 他们家那院 一到他们家那个地界的地方 你就得停步 你不能进去了 所以呢 你看这这这破年干嘛呢 撒腿就跑 哎我特别奇怪 在相片上啊 看啊 这个人当可能也是年轻 时候照片 觉得还有点人一样 到现实当中一看 这体型居然能跑这么快 你说是不是真急了 一般人跑不了那么快了吧 好 那体型的体重 撒牙子就撩了 好 一直跑回家关门 什么问题都不回答 好 一脸的仓皇啊 好 这也不说了 这有意思 玩嘛 这就当一乐 听完就完了 最后啊 咱们得花几分钟时间 说一下一个正经 是严肃的事啊 这是一位网友 这个网友呢 我印象当中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我不太记得 人太多嘛 好 他写封信 他说你好 哎 我要这个什么 Rumble的链接怎么看 我就给他回复了 Rumble的怎么看 Jester Shower啊 这是一网名 好 然后他又回封信 他说好 我自己找到了 可能我回复的完了 人家自己就找到了 而且节目都听过了 笔记也做了 好 我一听好 做笔记啊 下个月啊 还有三十五六天 我要有一个大的系列节目出来 就是说 我也很多时候做笔记 等等看什么东西 一定是 有实际价值 内容很丰厚的东西 我听的时候才会做笔记 那么这位网友呢 把我这东西 当着是什么做笔记 我就有点受宠若惊了 我这都是聊天的 是吧 虽然有些地方 可能聊到点子上了 您听着挺的什么 那我谢谢您 咱有这个 有缘分 是吧 有这个共通的地方 那就紧接着呢 咱对网友说这么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仔细读一下 很有意义 他说 借此机会 想和您探讨一个小问题 这位朋友 你看到没有 他很谦虚 就是很谦卑 这个人 你看他说 探讨一个小问题 冒号 我记得您几个月前 在会员节目里 曾经赞美澳大利亚 有一期节目 还专门是 什么澳大利亚 是人类良知 还是价值 什么的中流砥柱 但现在 对澳大利亚 您又是这种看法和评价 那么 您对同一问题的前后一致性 就不免让我诧异了一番 对于今后的其他事 同一事物会不会也出现 比如今天 这一个看法 几个月后 又出现完全颠倒的看法 问号 那样的话 可信度 我自然打折扣了 因为我自己 就生活在澳大利亚的 澳极华人 所以对此注意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 其他绝大多数人和平的 仍旧是给您舔靴子 不不 后边这话不好读了 人家太客气 太前卑 可以了 这个咱们就要说的话 就这么一个留言 要说的层次太多 首先 前两天咱们说过一个 叫什么 Nature Way 那么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居民 这位朋友也是澳大利亚的居民 也是讲中国话 写方块字的 这两个人 这个 这个高低立判 是吧 都是这个居住澳大利亚 你看这位网友呢 不光是说话 各方面吧 他既 也把这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了 同时又掌握很好的分寸 所以这样的人呢 适合做组织工作 这样是个人才 对吧 但是他提的问题呢 相当尖锐 这个呢 我就得从几个层次给大家展开 展开呢 以后呢 就是说 本来是应该 怎么说这话 就是不应该太讲的明确的事 但是也可以讲 因为我跟大家讲嘛 我不搞政治 我也不搞组织 所以可以讲 我换句话 这么说吧 如果我搞政治 如果我去搞组织 那这些话呢 只能当秘密 我不能讲 因为讲了大多数人听不懂 而且呢 真正啊 搞政治呢 学的都是这个嘛 这一套啊 对吧 很多都是这个对付宫廷政客的这一套 是我们不欣赏 我们不追求的 但我们必须得懂 必须得会用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和这些阴谋家 野心家 地痞流亡做斗争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大家明白这一点之后 就说 我本人并不同意 我即将要说的这些方法 但是呢 我懂 关键是 我可以告诉 做一个参谋人员吧 跟其他年轻人讲 这个事为什么这么做 他的优势呢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做的后果是什么 但我自己呢 因为年龄的关系 人生经历 放红一面呢 我既不搞政治 也不搞组织 所以可以讲 谈一些这些东西 好 现在呢 咱们进入正题 对于任何一个事情的看法 前后一致和不一致 这个呢 政治首先有虚有实 政治的虚实 要一定要看事情的变化 就是说你处在哪个当口上 对吧 好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政治讲究的 就是眼前的现实 政治就是现实利益 真正的政治 没有人去设计 你也不可能设计 因为太多的变量 随时的变化 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性的复杂 一个人 他呈现出一个有规律的这么一套思维也好 行为准则也好 这只是大家能看到的一面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政治这方面 有很多因的东西 特别是政治人物 有很多很多 一般老百姓 你发挥的想象里的想象不到的 这就是所谓的心机 小孩叫心眼 对吧 再大一点 叫全眸 是吧 好 那这个方面呢 就说在一个问题上 一致不一致 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大家必须要知道 这是宣传层面 无论是会员节目 讲的稍微多一点 还是现在这个公开节目 讲的少一点 对吧 它都是一个宣传层面 你首先要理解 在宣传层面 我讲的很多话 你不一定太当真 你要能听出来话 后面的话 就是老话讲的这个 就是说 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就这意思 你得听出话中话 您不能就是听什么信什么 对吧 因为什么呢 这是宣传层面的 刚才我说了 会员节目也好 现在公开 这都是宣传层面的 宣传层面的态度 言语意义都不大 为什么 因为它是博弈最外环的东西 它不起真正实质的作用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是根本不思考的一大群 99.9%的人 是不思考的人 只有极少数的人 上心或考虑问题 或会把一个问题翻来覆去 在脑袋里转十天 二十天转几个月 这样的人有几个 绝大多数在找乐 是吧 我上网干嘛 来了 想轻松一下 我听到相声 我看个画面 我跟谁聊两句 实在不行 我生气了 我骂街 是不是 暴粗 就这么过去了 真正说把一个问题 认认真正当回事 在脑子里琢磨来琢磨去 然后呢 查资料 根据这些问题 读相关的严肃的诗思想 哲学著作来找其这个根源 来读历史的东西 在历史上找例子来佐证 这样的人有几个呢 我相信有 但是非常少 所以呢 舆论平面 就是舆论空间 它很多话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 与博弈没有太多关系 就我们说过多少次 它是博弈的五环六环 它影响是谁呢 影响是最外边的外围群众 或者叫吃瓜群众 或者叫两脚羊 或者叫什么什么吧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谁都可以带着他们跑的 你知道吗 就我刚才说的 华国锋赢了 他就举华国锋的像 华主席万岁 英明令休华主席 华国锋死 他马上举江青的像 女皇万岁 女皇万岁万万岁 知道吗 所以呢 在舆论空间很多话 如果你要真认真的话 那就私下的问题了 舆论空间听的话呢 听一下 把它记下来 但是不能太当真 当然你说我一点不当真 也不对 因为什么呢 它反映这个人 意识形态深处的一些 某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说 弗洛伊德讲的 有些潜意识的东西 在人说话太快 或者砍山砍的 这个兴趣来了 有时候流露出来 蛛丝马迹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你要听 要懂 要抓住的 好吧 这是舆论空间的一个层面 另外 再换一个角度 就是政治这个东西 如果说脱离了舆论空间 进入了更内一环 对博弈开始有点影响的时候呢 它是玩的是虚实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实 有些东西是虚 像刚才我们说的阿德雅亚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当时大选 2022年大选的时候 它的sky news 对吧 澳大利亚那个国家的比较大那电台 一天到晚多少期节目 两三期又剪辑做多少了 来这个抨击拜哈 倒行逆施选举的这个不轨行为 或者叫篡政行为 那这些话啊 一会儿都不让讲 我们讲了以后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后果 反正该说就说了 有后果也没所谓了 好 那说什么呢 就说当时澳大利亚这个台呢 讲这些东西 是非常在舆论上 鼓舞人心的 就说在世界上 有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国家 还讲的是真相那么回事 对不对 好 他也是舆论宣传的 那我们呢 也就拿他当舆论宣传 这么对待 也就表扬他也好 支持也好 或者是力挺力赞 都可以这么说 而且呢 他表的这个态呀 就是说非常的坚决 如果说是中共敢动台湾 那澳大利亚绝对不能 袖手旁观 讲了多少这类话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也得知道 就是他也是在舆论空间 他这些话呢 也不是特别实打实的 是不是 那么好 那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本质 一个家长是不是好的家长 我们怎么判断 首先你得看他对自己的儿女 好不好 一个父亲如果回家 把自己的儿女打得半死 今天逢两针 明天把腿打断了 他走到家外以后 在邻居小区里大喊 他爱儿童 为小区要做贡献 您说这个话怎么评判 对吧 但当时2020大选的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他家里情况 关着门 是吧 家里好像还一片祥和 挺幸福 是吧 澳大利亚的老百姓 不都觉得挺不错 扬眉吐气的是 我们看着也特别给劲的 是不是 好 那么现在他们家门开了 一看 好 这家伙 这叫澳大利亚政府 对自己的老百姓 穷凶极恶 完全是法西斯的做法 全世界在这场政治瘟疫过程当中 几个顶级的恶事都是他们干了 lockdown 时间最久最长 出动警察 这些匪徒们 对无辜的群众进行迫害 而且对根本没招他没惹 他们这些妇女去喷辣椒水 你这说句实在话 管你们叫法西斯一点都不为过 是不是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从舆论空间 到了他这个对自己国民的态度 这是不是结设了一些本质的问题 那么自然 我们会对他有另外一种评判或者说法 但是这一些都不影响博弈 我可以再跟大家讲一点政治上的东西 对吧 比方说 过去我们说他是一个好朋友 现在说他是一个流氓大哥 明天后来我们说这是一个土匪 应该杀掉 这些都是语言 大家知道语言是最苍白无力的 这个和真正博弈没有关系 我举个难听点的例子啊 明天我打算领带穿着西装 到澳大利亚的总理府跟他们要谈点什么东西 是吧 闭门会谈 谈点什么内容 是吧 这个呢 那我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 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先抛在以外的 知道吗 先抛在以外的 就是社交媒体宣传舆论上讲的东西 在真正博弈环节他不起作用 知道吗 真正博弈博什么 博的是资源 博的是国家利益 什么叫国家利益 这又是一个大名词了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 我们简单的说吧 国家利益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掌控国家主动 掌控国家主动 这个主要资源能够对外代表这个国家发声和形象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 就是国家利益 在政治台下的老百姓的利益算不算国家利益 如果他愿意让你算 装算贩装大葱的时候那就算 他不想让你算 说你狗屁都不是 知道吗 是这么一个概念 另外呢 这位朋友最后说 今后其他事会不会也会这样 永远会 可以这么说 那么政治永远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搞政治不玩政治 因为你的这个精神也好 灵魂心灵也好 要经常的过山车 因为政治的现实前面满花 你想不落在别人刀下 你想最后胜出 你必须比别人心机更多 权谋更多 变化更快 最后出手要快和狠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话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明天我们再见